好 我們現在來做這個潘朵拉新黑金的實戰號分析 那我們剛剛再打了一些關卡 這個戰力級 還有甚至還有時空之門 Extra 這個算比較難的關卡了嘛 之後呢 還加上我這個在出之前呢 玩過官方測試 帳號的一些 心得 分析給大家看 到底要不要抽 要不要抽 反正呢我是覺得啦 要如果你真的要二選一的話呢 我建議還是抽這個合作卡片 因為合作卡一次抽八張 還是比你單撈一張黑金卡好嘛 因為黑金卡大卡值太多垃圾了 而且你抽黑金卡還不一定抽到莎納 對不對 這張黑金我真的覺得還是要有莎納 會比較完整一點啦 所以如果二選一一定是抽合作 因為合作可能有一些小獎 也是非常值得抽的 然後合作沒了你就抽不到了 就沒拿到很可惜啦 那黑金以後還可以去靠股幣啊 裡面去抽還可以去撈 那我是覺得還有機會可以拿到 甚至像那個青龜嘛 他有復刻過也是還有機會這樣子 而且再來的話呢 下一個問題 要不要複製人 我自己覺得沒有必要複製人 我覺得沒有必要 雙隊長CC3就可以開一次已經不錯了啦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抽到複製人 然後再來有人問到說 歐曼斯是否要換翡翠齁 我自己覺得翡翠 感覺還是可以換啦 因為剛剛有測試過嘛 其實沒放莎納的話 你可以放翡翠 其實開了翡翠傷害是一樣的 但是我是覺得 莎納還是優於翡翠 因為他是內劍 一個是內劍增傷 雖然倍率增傷的幅度大概都是1.5倍左右 但是一個是內劍 他不怕附加消除 他也不用洗CD 開場打出的傷害 他就可以打出這樣的傷害 他不用在那邊洗 洗這個CD6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差 也不怕附加消除 當然翡翠還是有他的功能 比如說我剛剛打水石空的時候 我需要用到他的炸板 那他也是有他的用處在的 所以最好是 當然最好是兩張都有啦 而且翡翠你也是可以放在鑽石裡面 我覺得也是可以放的 也是可以換他的 那要不要抽的部分呢 撇開合作這個問題 單純就論你有石頭的話 你要不要抽 我自己覺得是值得抽的 因為首先他的技能呢 是非常的保值的 他技能是目前 神魔唯一一個可以自選追打 XX屬性攻擊的一張卡片 那這個技能一定是用得到的 特別是放在暗隊 殷奇都裡面 這個我到時候他應該會是這個 殷奇都最強的隊員 再來就不怕一些什麼 水攻盾啊 光攻盾啊 火攻盾啊 都不用怕了 之前光攻盾可能要帶個什麼奇亞 打出來的傷害很鳥啊 對不對 那你帶潘朵拉 這個開下去呢 整隊都可以追打光屬性攻擊 就不再怕這種盾了 然後再來的話是 保值度的問題 保值度我是覺得他應該 當隊長的話 半年 半年應該是沒什麼 半年至一年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應該都是一定可以 我想保守一點 那當隊員的話 保值度絕對是 永久的 我覺得絕對是永久的 他妹當成員可以共鳴回復 有人講到這個東西 他跟這個 莎娜放在一起 跟翡翠放在一起 其實就是一個 小公車隊 我知道有人這樣講 但是呢 你有潘朵拉你幹嘛把他拿去當隊員 就拿他當隊長打就好啦 是吧 所以我覺得保值度的話 他一定是可以玩很久的 然後再來我是覺得值得抽 值得抽 然後再來是 這個荊棘齁 他也是有他的好處 他是可以擋一些負面珠 比如說石化啊 或者是電擊 這些都可以擋 都不會被影響到 然後 有人問說有 潘朵拉沒莎娜的話怎麼辦 我是覺得莎娜你先不要急著去撈啦 我是覺得可以在 以後有可能在古幣裡面抽到 我很容易在古幣裡面抽到這個 這個巴哈姆特啊 貝西摩斯嘛 然後再來之後的歐麥斯自選呢 也有可能 可以再 會再開嘛 現在越來越常開了 越來越不值錢了 所以到時候 你可以在歐麥斯自選裡面去選到莎娜 然後再來 你抽大卡池也有可能 之後會再撈到 那你現在沒有莎娜的話 我是覺得先不要拚 你可以先用翡翠頂著用先 然後再來的話 我講一些他的首選隊員好了 我自己覺得 必帶的 最好當然是莎娜嘛 那再來打擊 打擊 然後再來是這張 我覺得非常實用的 丹尼斯 丹尼斯 死車局 翡翠也可以 翡翠拿來 你拿翡翠來當炸板 也可以 然後再來是 水仙我自己覺得沒有那麼的 好用 主要是CD太久 然後要35性以上 然後他再來的話要開盒子 他的效益才會高 你不開盒子 水仙的效益 增傷效益不高 那還有寒羞草 寒羞草我覺得也是蠻好用的 這個兩 兩倍 放在妖精裡面兩倍 然後又可以減傷 可以補足這個潘朵拉缺少的減傷 然後 再來的話 講長度增傷 長度增傷剛剛講 就是 最好的就是 音速 音速 寒羞草 水仙 但水仙CD我覺得有點久 然後再來 呃 我喜歡用音速的原因 是因為他不會 呃 站左上角的狀態 他是 開在像巫女那樣子 開了在自身身上的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你平常你開盒子 你左上角就一個狀態了 對不對 潘朵拉就兩個狀態了 其實你 太多狀態會被擠掉 所以當然是 像音速這種在自身身上的比較好嘛 而且音速的副作用在潘朵拉隊伍裡面 等於是沒有 因為他一定每回合都可以回滿血 所以長度增傷我是推薦這幾個 還有 寒羞草 寒羞草也很適合 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講一下這個優點跟缺點的部分 好了 好不好 鑽石也可以啊 不過鑽石我不會推薦那個 隊員 首選 當然是你需要有先攻 你需要擋傷害的時候再帶鑽石 不然我覺得這個隊伍呢 還是以帶一些增傷的隊員為主 因為雙隊長其實就是很強的結板了 好 隊員多帶一點增傷 我覺得打起來 可以去看打水時空 extra的影片然後打起來 那個傷害很舒服 然後解盾就開潘朵拉 這樣子 附加消除重置會被重置 喔對 不過這個就是看關卡了嘛 如果說關卡有很多附加消除 你就帶水仙 帶寒羞草 對不對 如果說關卡沒有附加消除 像現在其實 關卡都蠻少附加消除的 就帶因素黏到底啊 是吧 就是看關卡啦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講一下這個優點跟缺點喔 黑金的優點 首先是卡面很香 喔這個算優點啦齁 那再來就是回復非常的高齁 這個1C都可以補10幾20萬呢 這個 生存能力超級強 那也不怕這個高combo盾盒子開下去 這個 轉個2C變10C 3C變15C 10C變50C 是嗎 10C變50C 所以 像現在很多那種 8C 9C的都不用怕 20C 30C也不用怕 這是優點 然後再來的話 一補盾 解一補盾最佳解 最強的隊伍 平坎就解完那個 千萬一補了吧 我們等一下 玩一點實戰這個 玩具樂念給大家看 好不好 那再來呢 進場跳龍科也是一個優點 因為 特別是九風王龍科 進場就可以開延遲 然後再來就是 進場 如果說你有做自製龍科的話 然後進場減CD 也可以達到跟這個 輕規類似的效果 只是說他就是多一個步驟 要進場開龍科 因為如果說你有做妖精減CD的話 你進場開 那減CD完 你等於就可以跳了 然後再來的話 玩法新奇 玩法新奇 還有只有辦法轉實心嗎 天降啊天降啊 好 再來呢 這個玩法新奇 好吃 有趣好吃又好玩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自選追打他屬這個 這個也是他的優點 因為這個是目前 神魔第一張 這樣子類型技能的卡片 然後再來呢 盒子呢 大家很多人都看到他的缺點 覺得那個 用起來不好 用綁手綁腳的 但是我們 這個不能看一張卡呢 不能只看缺點 我們要這個 優點也要一起看 像我剛剛在示範水時空之門 的Atra的時候呢 其實是很多地方都把一些 譬如說 靜消星 靜消水 靜消光 我都把那個珠子 藏在左右的荊棘裡面 那就不會去影響中間的版面 你就不用在那邊疊珠啊 疊得要死要活了 這個也是優點 那再來呢 是這個戰利級 戰利級王者 應該是之後的戰利級王者 進場開合 直接一直每回合都高combo 戰利級 這個每回合的C數也是非常 成績 會影響成績很大的一個因素嘛 對不對 那你進場開合子每回合都一直 一直黏 前幾關應該血都不多嘛 對不對 就正常轉 所以我覺得他打戰利級齁 應該也是 很厲害 好不好 盒子要龍刻滿才可以開 沒錯 好再來呢 他是兼具隊伍齁 兼具型隊伍 那 他不怕沒有攻擊珠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他每個 所有符石齁 每一種符石都兼具600% 雙隊長的話兼具600% 所以他很吃珠之量 你消越多組的話 傷害會 這個三級跳 所以其實天降 會影響他傷害蠻多的 好 那算傷害的話注意一下齁 那再來的話他有滿血更性齁 開盒子的話有滿血更性 只要呢 不要遇到無視減傷 無視抑制 的敵人的話呢 你都可以用開盒子的方式 慢慢的在那邊把技能全部洗到跳 都沒問題 遇到超級重置也不怕 而且盒子這個東西是不會怕這個技能重置的 好 那你不是怕技能重置 就是鎖技能 鎖技能這個也不會影響到 你還是可以開盒子 那你就 可以 你就算遇到競消心也不怕 你可以一直磨齁 一C回滿血然後更性 反正不要忘記開盒子 這是最大的重點 好啦 優點其實蠻多的 那缺點其實也是挺多的啦 不過我覺得缺點其實都有解套的方法 可以借卡嗎 有人問說可以借卡嗎 我覺得不適合 我自己在這個官方 帳號測試的時候 我有帶過童子C加皮卡 這種配置 那傷害低到靠北啊 那這雖然說他是整版兼具呢 但是問題就是傷害很低 好不好 因為 你不放妖精 不放整隊妖精的話 他這個隊伍技能 夠明 這個就不見了 然後回復力加成就不見了 傷害低很多 所以 不建議玩 玩這個借卡的啦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講缺點 缺點就是拼圖盾 拼圖盾的話 有機會是在荊棘兩邊 不過只要拼圖盾 不是無視減傷 不是無視減傷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 開盒子 然後抑制效果嘛 然後磨 磨到那個拼圖盾在中間 這個也是一個解套方法 那如果是無視減傷 可能就要靠鑽石 或者是不開盒子 打過去 那其實不開盒子 你開一些常數增傷 傷害也是不會差到太多 反正大家記得 開盒子就是大概兩倍 接近兩倍左右的增傷 看天降 天降越多的話 那增傷幅度 越高這樣子 拼圖盾是一個缺點 再來的話就是 忘記開盒子 這個非常的重要 這就跟 那個寒羞草一樣 因為我自己玩 之前玩寒羞草 就是常常都會忘記開 然後死掉 那這個盒子也是 大家就是 可能有時候打太爽 你知道嗎 忘記開盒子 然後就 就沒有抑制效果就死了 所以這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說 打高C盾的時候 忘記開盒子 就被連擊到死 然後再來的話他怕連擊 他雖然說有抑制效果 但是連擊 連擊的話打一下 血沒滿 就沒有更新了 所以 怕連擊 然後怕龍科重置 龍科重置的話 盒子就不能開 因為他一定要龍科滿才能開 再來是手削 6C 7C 8C這種盾 這個也是怕 不過也是有解套方法 你就不要開盒子就好了 這個 靠一些 開一些增傷手轉也是可以過的 就不要開盒子 我覺得他比較怕的是燃燒 又手削什麼盾 不過也是有解套的方法 也是可以開超級7 固定版面 也是可以解 然後再來是 怕這種無視減傷 因為他抑制效果 無視減傷 無視一致 這種 100%攻擊 扣血的 這個都怕 這個可能要靠鑽石 那再來的話 數字盾 數字盾現在都是 16到24 差不多 那這種的話 就不能開盒子 就只能慢慢打 不過因為我們都會帶一些 常數增傷 這個什麼 鷹樹啊 含羞草啊這些的 所以我覺得 數字盾也不是問題 你就不要開盒就好了 沒有人叫你一直開盒 然後再來的話 除非有一個 情況 除非你這個數字盾 是傷害是 這個大於你的 血量的 你不開盒 擋不住 那這個情況的話 就比較危險一點 不過現在數字盾 我看都是打 大概三萬 兩三萬左右吧 不可能做到 打太痛 打太痛的話 應該很多隊伍也都過不了了 再來燃燒 燃燒也是他怕的 不過你可以帶這個 黑馬腦 之前的一隻卡片 妖精的黑馬腦 無視燃燒 或者是火彈無視燃燒 然後再來呢 呃 其實也是可以用固定版面去解燃燒盾 齁 你就不用轉了嘛 就固定版面 就是超級輕 然後腐蝕 腐蝕一樣意思 也是可以用固定版面 除非是腐蝕 然後又趴速盾 這個就比較危險 不過呢 我覺得潘朵拉也不怕這種東西 因為 只要這個腐蝕盾呢 它不是 100%扣血 不是無視減傷 它都可以慢慢的洗回來 它的機體就是 生存力非常的強 那再來 回復歸零這個東西齁 很多人會有這個疑問 它回復歸零的話呢 它這個 回復力加成到攻擊力 會不會就不見 其實是不會不見的 不會影響齁 但是回復歸零 你要 回血的話 就只能靠 比如說像開翡翠 回血 或者是開樹王 吸血 這種的 然後再來呢 呃 連擊剛剛講過 這個怕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隊伍 其實蠻吃腦袋的齁 你要需要動腦 齁 不是無腦的 像那種青龜象羽這種無腦隊伍 它是需要動腦的隊伍齁 但是我覺得動腦不是壞事齁 不是說無腦就是強齁 我覺得這個 可能想法要改一下齁 這個 只要你有動腦在玩 這張卡我覺得還是有它強的地方的 那再來的話 它傷害依賴天降齁 然後還有一個缺點啦 就是 這個 新手牛棚 不夠的話不建議玩啦 齁 這張我覺得需要一些牛棚 才玩得起來齁 齁 齁 大概就這樣子齁 那實戰後分析就是這樣子 建議抽 要不要抽這些複製人這些 我都回答完了 要不要抽合作 要不要抽黑金 齁都是選合作優先 那值不值得抽呢 一樣值得抽 跟我在這張卡出來之前的想法差不多齁 玩過的想法差不多齁 大概就這樣子 好那今天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一下 按讚喜歡好不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按讚 按讚